桃園近年来发展迅速 生育率也是六度第一 但相对的公托与公幼的数量 却跟不上发展的脚步 抽签的中签率更是不到四成 比国高中生的会考学策还要难中 让议员黄敬平痛批政策不完善 那根据全国幼教联盟的统计 全中华民国也就是全台湾 包括台澎机码在内 所有的小朋友幼教 如果家长要让他去念公立幼稚园的话 中签率大概是四成不到 可以说是比高中 国中考高中的会考 高中考大学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基策 就是以前我们在讲联考 那种升高中升大学 国中升高中的升学率 还要宰门还要宰还要难 所以怎么会养成这样的一个畸形的现象 为了扩大公托与公幼数量 市府也积极在国小及国中 设立公托中心非营利与公立的幼儿园 但成长幅度还是不够 因此议员建议市府再扩大 让高中职闲置教室充分利用 所以包括国中国小的教育 闲置的校舍 如果环境已经饱和 为纳的空气已经不够的话 我希望能够包括像把平正高中 类似这种桃园市的市立高中 这些教育资源的闲置的校舍 都能够纳入 一起来加入推动 在高中也开始 市立的高中职 也开始设立这样的一个 公共化的托育的环境 包括在高中设立富佑 在高中设立非营利富佑 诸如此类的 能够让很多的幼教环境 向下扎根 黄敬平表示 随着烧纸化的趋势影响 公立高中职 有许多的闲置空间可以使用 呼吁市府介入协调 善加利用空间环境 也能提升公佑级公托的普及率 记得为这一条文报道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